机器人自动拆锁电 轨道调一键锚定 电动摇影车来回穿梭 在地中海马亭纳轮作业中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 桥调单机作业效率 达到每小时52.1自然乡 第七次刷新世界记录 是非常满意震惊 也万万没想到能做到这么快 码头空无一人 作业行云流水 从零起步到七创世界第一 青岛港经历了脱胎换骨 张连刚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筹建项目组组长 2013年10月证实立项后 他首先带团队出国取经 想把国外的成熟模式搬回来 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掌握这个技术 就只让你看看 手机不能带就拍照不行 下车不行 技术问题不回答 外放坚持系统不开放 并且捆绑销售整套设备 要价几十亿 以自动导引车为例 使用的千酸电池需要1800吨 寿命仅两年半 什么时候建成不承诺 花费多少钱不承诺 建成个什么效果不承诺 张连刚只能带领平均年龄34岁的团队 从零开始自主研发 无经验 无资料 无外援 依靠团队协作 项目组用15个月完成自动化码头整体设计 同样工作国外需要三年 就开发了很多遍 觉得要成功了 最后拿出来一试 根本不行 所以人在那个阶段 有一段时间 什么时候建计 了解